好,再来是最后一个单元 而且最后一个单元是我老实讲 这个东西在化学课本比较少见 然后这个在维生物非常常见 在生化非常常见 但我不晓得它为什么会做 因为我们在做生化做维生物 这个东西是很基本的 来这边 Logarythmic Dilution对数稀释 对数稀释是我们食品营养领域 生化领域维生物领域非常重要 但不难,完全不难的一个技能 那这个东西的话我现在不教 我到大二的实验课再来教 好,这边呢 取单位体积给定的荣益 并添购足够多的荣益 使它体积以增加10倍的方式 获得对数稀释 来,我们来看 对数稀释是10倍稀释 我们口语叫10倍稀释 口语叫10倍稀释 可以透过下面的公式来证明 C1V1的C2V2这个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换算完之后呢 它的C2就等于C1的0.1 也就是浓度变成10分之一 体积不是加10倍 加9倍变成10倍 来这边 Repeating the above step 就是持续上面的步骤的时候 来,我看中文好了 重复上面的步骤呢 得到10乘10等100的稀释倍 再一次10乘10乘10等1000 再一次下去的话 就会持续下去 我们称为指数或对数稀释 来这里 1比10取1加9 混合之后再取1再加9 取1再加9再加9 等一下,这个我硕班做太多了 也就是1比10,1比100,1比1000,1比1万,1比10万 这个东西就是10倍稀释 这个在生化跟维生物非常重要 只是我们用的是无菌操作的设备 来做维生物的操作 好,来这边 对10%的起始容易做5个步骤 就可以来计算 最终容易是10的ppm 这个ppm,好,来 好,OK 这个地方我还以为它会有很多计算 因为这地方的计算在哪边呢 这地方 好 这地方的计算的话 我到时候我们会在生物课 对不起 食品为生物课在教大家这边的计算 有困难,有困难一定要跟我讲 因为这个地方有一点难度 有一点难度 但是你算完之后呢 会发现其实完全都不难 再次哦 它就是1转过来 这边有9 1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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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看起来 其实不要看体积都一样 看体积是不准的 因为它这个图画的不够详细 这一地还没滴下去 这边应该是9 这边应该是9 我这个截个图给它们好了 因为那个 为什么 它专场是化学 专场是微生物啊 我一看就知道 实作上这边应该是9 这边页面应该是9 不是切齐的 好,先截图给它 好,那这东西我们大二人的视频 我再教大家做哦 OK,好来 我们先这样子 这次的5.4的课程 录到现在好 现在是凌晨1点53分 大家早安 我们下次见